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丹 从道尼先生 百联冰江店到智慧方创意产业园 赴17号楼 请在低收货回复收到 收到 我叫张杨 来自江苏联邑港 今年36岁 在美团做起手 8 年了 我手机里面一个月的订单截图 张照片的话 永远有1300多张 如果让我选几张照片来回复2022的话 我可能会选一张4月份我们住帐篷的照片 那时候没有热水 然后一个礼拜洗一次澡 到人家饭店里面借一点热水 然后插一下 第二张照片呢 应该会选 上一次接受新闻联播采访的一个照片吧 也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上新闻联播吧 我算是个比较热气团的人 怎么说呢 举手自劳吧 前几年的望中小孩找到家庭 或者是像今年的疫情 帮助一些老人送药 买菜 包括上旧的职位 一个阿姨就是喂出血 要紧急关头 就是紧急送往医院 我让她骑着我的电动车 然后我骑着共享单车带着她 一直忙到夜里面一年多钟 三天又帮她配药 就是说她一身配好药 然后我过去拿 给她送到家里面 现在的顾客我们都有危险 额外的减加热 还会给我发信息 积极力量虽小吧 但是尽力而为就是能帮到一些人的时候 尽力去帮助她一下 可能有一点点的拯救感吧 第三是女儿的生日吧 之前出门在外一家四口 出来没有分开过 然后今年这个大丫头都初中了 然后把她转回老家去了 今天也是唯一就十几年来 第一次一家四口分开 为了女儿生日的话 就是专门跑到老家去 烧了一顿饭 提前一些计划 买了高铁票 然后早上五点钟出门 然后往高铁站赶 赶差不多六点钟最早的一班 然后九点半左右到家 然后我老婆去火车站接我 接完之后去买菜呗 等到晚上回来好好的烧一顿 因为我女儿她们都比较喜欢 我烧菜我老婆不怎么会烧饭 小孩子都比较喜欢吃一点 酸酸肥瘤啊 酸菜鱼啊 可乐鸡翅啊 糖醋排骨啊 我学了四年的厨房 干了四年了 我今年的2022过得 还是幸福的 因为我还可以继续上班 一直没有停过 只要能上班压力就小一点 苦过累过也是幸福过了 心的愿望积极多加油 多赚点钱 去改变家庭的生活环境 小孩子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吗 或者是他们平平安安津津津津�'d 就可以了 在其中方面我感觉 今年的目标还是好好的多加油跑单 然后身体经济靠靠的 每天晚上有个三五个朋友 下班的时候小卓两对呀聊聊天 今天跑单跑得怎么样 顺不顺啊 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 起床互相多嘱咐一点慢一点 出门平平安安的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